真的吗? 我们要继续来看看陈婕怡的《偶像新世界》 听过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 是我校长跟我讲的 校长啊? 对 什么时代啊? 我是说哪个阶段啊? 国中、国小、高中什么的 我念就是after国中念的戏剧学院 我现在还是跟她很好的朋友 真的? 很难得,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人听到我跟我校长很好 你校长几岁啊? 很老 快五十几吧 那还好啦 五十几岁 不老哦,五十几岁 我还以为是很老很老 好啦,五十几岁,还好 所以你们是好朋友啊? 会联络我的那一种? 会 真的,那他跟你说什么?你很难忘 他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因为我没有毕业 我就读到第二年 我就出来出唱片 而且那时候还是通过他的鼓励 他就说 没关系啊,你不用毕业 我就有这个机会很好 那时候他跟我说 不要让任何男人让你很难过 他这样讲 对 因为后来我就很奇怪 因为他的习惯都会当 比如说每一个学期之后 他都会叫我们一个一个人 进去办公室 就跟你讲一些话 不过他以前都会讲一些什么 你这方面要进步啊 比如你的 speech啊,你的什么 不过那一天他就跟我讲这个 我说还有呢? 说没有了 我说你都要走了 我不用再告诉你 你的课的事情 那我说 你奇怪 你为什么会讲 不要让一个男人让你难过 因为他说 因为他以前 也曾经是演员 什么导演 什么都做过的 后来才做戏剧圈的校长 他就说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被感情的事情困扰 不过他说一定要放得下 当一个事情已经不好了 你要懂得知道说 你不可以再留在你身边 就把它放下 所以他 他其实这句话是跟 就是比较指感情方面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可以送给全天下所有的女生 或者是男生 对啊 你自己的喜怒哀乐 不要由另外一个人 来帮你支配 对… 对啊 如果他让你那么难过 就换一个 因为我觉得说两个人 说穿的就是这样嘛 对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是让对方的生活更好 可是当你已经在 让对方很难过很痛苦 那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好 大家共勉之 可以姐姐妹妹 然后再来呢 就是如果你可以当一天的隐形人 你会做什么事 我会跑进去那个男生的厕所 你好怪喔 怎么办 前面看起来都蛮正常的 这一题就… 我这哪会怪你的片 我相信你也会这样想 我才不要去看男生的厕所咧 没有 因为我觉得… OK 我会去抢银行 不… 你这样还蛮聪明 我会想到 我会去偷钱 OK 我考虑一下 考虑 你要去男生厕所 可是你去偷钱 就要去看到那个钱这样跑出来 飞出来 我晚上去啊 OK 好 我也不知道 OK 反正 没有 我要进去不是想看什么 我是想听 那你更快 你要听什么 没有 其实我讲的厕所 不是那种工夫 就是那个换衣服的地方 对… 因为比如说你每次看电影 可能是电影 我不知道真是 你每次看到男生在那个换衣服 换衣服的地方 不是在那边聊天 就讲很多那种 我们平时他不会在我们面前讲的话 可能他在你面前讲一些很奉承的话 然后后面可能讲别的 所以我想去听这个 就是你想听听看男生跟男生之间 他们要讲些什么 其实很简单 只有两件事情 女人跟汽车 或者是足球 足球 对啊 运动方面的东西 对 好 然后最后一提示 如果你有三千万的存款 你要做三件事情 你会做哪三件 其实十件更好 因为好多事情想做 可是上次我们问那个 比如说问苏永康这件 这个问题 他讲不出来 他说三千万根本一件事情 都做不了 好恐怖喔 他太高级了 对啊 好贵气喔 可怕 我第一就会放一年假 就一年都不工作这样 就去 其实三千万有多少 我不知道 三千万大概是台币 一百万美金 那很多耶 对啊 其实我就会想去度假 就不停地走整个欧洲啊 然后可能还去中东或什么这样 然后也要学开飞机 对 然后买一个自己的小型飞机 还有我要学骑马 哪里有那么多钱啊 飞机很贵的呢 没有 小型的不会很贵 对 那种很小自己个人开的那种 真的吗 OK 那不要买好了 那我去学我可以租 OK 然后还有要学骑马 然后买一只马 你会骑吗 不会 不会 要学 可是你很想骑 对 这是我的心愿 真的啊 我以前小时候也有想说 骑马好帅一定要去骑 结果我就去那骑马场啊 很辛苦 然后就看到那个马会流口水 会啊 对 会口吐白沫那样子 我就觉得蛮好恐怖 那太累了吧 那只马 不是嘛 就是会这样啊 马跑一跑就会口吐白沫 它是正常的 对不对 是正常的对不对 我没有看过 是啦 没有…因为那马好像有马鞍啊 马鞍这样子套住他的嘴 反正他就一口水盘沫 很恶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马真恶心 而且他以为有青筋这样子 反正我看了以后啊 我想想的心灵就觉得马很恐怖 然后我就再也对骑马没兴趣 你试试看好了 我还是有兴趣 好 试试看 好 那我们就这样了 等一下回来还有陈杰宜 先休息一会 好的 好了 节目最后 我们当然要跟陈杰宜 聊聊他的新专辑 那么这一次呢 就能换了新的产品公司了 嗯哼 其实是合作 对啊 就是 嗯哼 嗯哼 那就是跟新的人有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新的producers 对啊 新的工作人员 然后专辑的名字叫做炫耀 炫耀 嗯 跟我们聊一聊吧 其实我觉得这次就是 我是一个很喜欢 每当有新的东西 我总是会比较兴奋 嗯哼 所以要你讲这次 有新的工作人员 还有新的自作人 都给了我一股新的憧憬吧 嗯 然后尤其自作人那方面 呃 呃 有五个自作人都是从来没有合作过 有丁小文 刘天剑 徐德昌 呃 呃 还有黄仪 那我觉得 这么多 对啊 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 他们会 呃 就算是唱同一类型的歌 他也会跟你要求一些不一样的 因为有时候你跟合作惯者们 他就是听惯了你这样子唱 他也不会特别要求什么 嗯 他也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东西 可以开发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 我觉得可能录音的时候 会比较辛苦 因为当你要改一个习惯 总是比较困难 嗯哼 我觉得蛮好的 对 那我们都知道你有参加那个 音乐剧的演出啊 比如说在台湾你将来会不会 会不会参加你吗 对啊 我想假如有适合的我会啊 为什么不会呢 对 因为现在很多啊 比如说前阵子那个熊天平 还有那个七遇 他们也有参加一个那个 果托的音乐剧 也 对啊 果托其实蛮久 就是在雪兰湖之前 曾经我们差点有一个合作 那时候是演那个西哈诺 不过后来因为有出唱片 就没有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看缘分 嗯哼 那我们就希望你这个专辑 大放异彩好不好 让你的歌迷等了这么久 大家要多给陈杰逸支持 谢谢 今天深入了很多 他的内心世界 谢谢